柯文哲的信心是黃國昌給他的是不是 是還講出 一部分是 我本來以為黃國昌會正式跟柯文哲內鬥 想不到是用捧殺的方法 捧殺的方式 我絕對相信就清白 便當吃得快絕對不會貪貌 越跑越高 睡覺要寫下去 所以邏輯是這樣子 黃國昌他是有本事 有能力 有時間 有栽調 可以跟全國人民解釋什麼叫土利 而且詳細的敘述說 柯文哲有沒有犯到條例 他都不講 他只說我百分之百相信柯文哲 我跟你講他這個行為叫做心虛 他可以跟大家條列說 土利有哪四個要點跟湯文哲不一樣 柯文哲做了哪些事情絕對不符合 如果是我跟大家一起做司法院 這很黃國昌吧 就不會說他吃飯吃很快 所以他一定不會貪污 去講這種不著編輯的事 他黃國昌心虛了 那你看黃國昌 今天二度重申說什麼呢 對柯文哲的清廉 百分之百有信心 所以土利真的不是罪嗎 還是黃國昌有什麼樣的用意 黃國昌是法學博士 法學專家 對啊 那怎麼不教一下柯文哲呢 他如果要有信心 要對法院司法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他應該要做的事情是 柯文哲絕對沒有 有就抓去關 但是他沒有這樣子講 對 應該對司法有信心吧 我對柯文哲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但柯文哲怎麼做我就不知道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如果是個球探 然後有個小孩子在我面前很會打球 會說我跟你講籃球界需要你 因為我是籃球界的專家 你司法界的專家說柯文哲絕對沒有犯罪 這樣子就沒事 你是一種話術 是一種話術 他其實就是我不知道 柯文哲幹嘛 私底下我們一天上班八個小時 都不一定見面了 他回家幹嘛 為什麼知道 話術 特別看不起黃國昌的原因是什麼 一般今天有個民調 百分之三十二相信柯文哲的清白 百分之三十七相信柯文哲會抓去關 那你細舊五湖四海的老百姓 你就問他們說你知不知道圖利什麼意思 動作聽不清楚 動作一二十四 什麼圖什麼利 聽不懂 不知道法律名詞的定義 不是啊 法學博士大法官的法官應該要知道圖利 那柯文哲在旁邊聽久了應該也知道吧 我的意思就是大家 我們一般老百姓 很辛苦上班下班很辛苦 不知道怎麼辦 沒時間做功課不知道就算了 你黃國昌不知道嗎 連我這種法律小白我都知道什麼叫圖利 他不知道我講很簡單 不知道接下來上課給大家聽 柯文哲哪裡人 新竹 新竹有市有縣 如果你是貪污那就是高鴻安 如果你是土利那就是陽文科 新竹縣市現在自己這樣來劃分就是 柯文哲如果是貪污 柯文哲就高鴻安 柯文哲如果是土利 柯文哲就陽文科 這很簡單吧 可是他有說他跟陽文科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他說陽文科是公務處處長啊 他有收錢啊 被關啊 我不是喔 要不然就把50個人通通關起來 這是柯文哲的說法 沒有 邏輯是這樣子 你有沒有用你自己的誓章去蓋公文 叫人家處理 有嗎 叫人家家 你有沒有巧立名目 讓金華城直接變成八百四嘛 這個案子的適用方式 有沒有其他的人可以用 你一下子要求他智慧 綠能 什麼蛙哥有的沒有的 蓋一蓋 然後幫他一直加 加到八百四 這個是不是巧立名目 有沒有其他的人 可以共享這樣子的都市條例嘛 所以圖利的問題是你看喔 陽文科當時是怎樣 他是不乏所得2.5億嘛 陽文科說我保險箱只有50萬 為什麼可以收我2.5億 很簡單錢賺不是賺你的口袋 你圖利他人啊 你用什麼方式 用你的公權利 用你的這個城市都會自治條例 寫了一個規則 然後那個規則只有金華城能用 這就是圖利 要不然什麼是圖利 黃國昌你不要再害他 你這個越講他越有信心 越說越大聲 所以你覺得克文哲的信心 是黃國昌給他的是不是 一部分是啦 一部分是啦 我本來以為黃國昌會正式 跟克文哲的內鬥 想不到是用捧殺的方式 捧殺的方式 我絕對相信就清白 便當吃了快絕對不會貪貌 越抱越高 睡覺要寫下去 所以邏輯是這樣子 黃國昌他是有本事有能力 有時間有栽調 可以跟全國人民解釋什麼叫圖利 而且詳細的敘述說 柯文哲有沒有犯到條例 他都不講 他只說我百分之百相信柯文哲 我跟你講他這個行為叫做心虛 他可以跟大家條列說 圖利有哪四個要點 跟湯汶嫂不一樣 柯文哲做了哪些事情 絕對不符合 如果是我跟大家一起做司法院 這很黃國昌吧 就不會說他吃飯吃很快 所以他一定不會貪污 去講這種不著編輯的事 顧左右而言他黃國昌心虛了 今天有個消息說 王婉玉時代力量的主席 他也想要選新竹 最近很常跑一些新竹市的餐序 哇塞 那現在看起來 有兩個地方可以選擇嗎 現在兩邊在鬥嗎 藍白有個機會 在這兩邊還有核嗎 藍白核不核跟黃國昌都沒關係 因為他只要不能選新北市市長了 其實藍白核跟他有什麼關係 也是 所以說黃國昌很明白 他直接說 新北2026要拼一個民眾黨的黨團出現 也就是要三席 要三席以上 他說如果沒有的話 我附今請罪 不用請罪 對啊 那2026你又不是立委了 你兩年期限到了 但他沒有關係 但如果如果過著 他怎麼的話 可能會是黨主席 別忘了還有蔡碧如 黨你比他深 對不對 黃國昌就算是黨主席 也要此不分區 對 也是 所以我說他必然 黃國昌為什麼敢講這麼重的話 2026就沒有他的角色了 如果你不選新北市市長 那你的立委也到任 兩年期限也到了 那你 我說句實話 他說我附今請罪 還不如小平哥的滾丁板 滾丁床 他也要想辦法 再繼續創造他的聲量 對不對 不會有聲量 如果滾丁床的聲量會超過他附今請罪 一定超過 一定超過 滾丁床比較有畫面 一定超過 那個附今請罪 我要叫議會多耳滾 多耳滾 多耳滾 所以我才講至少時代力量的王婉瑜主席 他把他的辦公室設立在竹北 設立在竹北 已經設立了 已經開始運作了 因為為什麼 他覺得因為在新竹地區 竹北他們的支持度還滿高的 然後新竹地區因為高黃安做的 做成天路人院 那王婉瑜覺得在新竹地區竹竹苗 他應該是可以經營的 至少人家這個是一個政黨的態度 他說他要把時代力量重新做一個調整跟改造 我覺得因為他是主席 他當然有這個能力 那黃國昌你又不是民眾黨的主席 你只是一個立法院黨團的總召 請問你的事情怎麼會伸手到黨的內部嗎 他有沒有講過 我當民眾黨立法委員 我絕對不干涉黨的事務 你要在新北拼個黨團出來 這是不是黨的事務 這是不是黃國昌當時違背了自己的講法 他說我只管黨團內的事 黨團以外的事民眾黨的事我絕不過問 大家回憶一下 黃國昌當時在接受民眾黨政党 他他不分確實有沒有講過 那現在新北市的黨團呢 你附近請什麼罪啊 那是立法院黨團內的事嗎 新北市是立法院黨團管轄的區域嗎 你會不會愉悦啦 你會不會超越啦 所以你這個 因為你想要讓你立委的兩年變四年延續 然後你必須要在新北這個地方 利用新北市成立黨團變成你一個戰功 然後在2026才可以叫板柯文哲 我有戰功 你有什麼 你沒有戰功 我有啊 那我如果變成了黨的領導人之後呢 我才可以修改這個兩年條款嘛 所以我覺得一步一步都為自己 所以他講說陳志軒你放心 我不會拖你下來 我都是一人講話一人負責 我自己負責 你能負什麼責 既不是黨主席 你又不是黨內的決策人員 你自己說過 你只管民眾黨立法院黨團的事 黨團以外的事你絕不過問 請問這不是過問 什麼叫過問 所以黃國昌想什麼 大家等著看 越來越明顯 我早就算是過問 我先看 第二個 我先看 你怎麼走 我先看 我先看 周末